你干什么呀 身为全球第一首富的我 怎么能喝这种寒酸的井水啊 去给我 那从阿尔卑斯山上凝出的 最纯净的露水 这 这他们又是哪一出啊 谁允许你随随便便 就换剧本的 对了 泡茶的也是 不要别的 一杯清晨在百花花瓣上 收集出来的露珠 不要玫瑰花 我不喜欢那个花的香气 他僵着脸站在原地 怎么 是嫌弃我支付给你的 每月九千万的工资 这太少了 还不给我冻起来 汪先生 这是新来的女管家 还不熟悉家里的工作安排 等会儿我交好了 再让她过来 嗯 去吧 你办事我还是放心的 丽锦就这样满头雾水的 被于千帆拉回房间 不是 阿尔卑斯山的水是什么鬼啊 这是还还什么露水 他怎么不说 自己是小仙女呢 师父房间里 有很多小说 正统历史小说 轻松愉悦爱情小说 各种各样的类型都有 师父每一天 都会以一本小说 为剧本的原型 带入进去 他喜欢的身份 所以昨天和今天 他的表现 才会截然不同 是的 只要师父醒着 80%的时间 他都是沉浸在戏里面的 不光光是他自己演 他还会要求 你和他一起演 每一天 你都要面对 不一样的角色挑战 有的时候 他会允许你自由挑选角色 有的时候 他会自己 给你拟定好角色 所以你如果选择 留下来的话 就要一直和他一起演戏 并且 什么时候换戏 什么时候他会突然发难 你都没有准备 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 正好 我也想看看 我能在这里撑多久 你就不用担心了 师父肯定是 答应我留下来了 你也回去 处理你的事情 两个人呢 我的百花露水 为什么还不端过来 这个剧本 却不能换一个吗 作为一个演员 不要去挑剔剧本 剧本里面是怎么写的 你终于剧本演绎出来就行了 我们不是创作者 我们只是将这个角色呈现出来 丽锦愣住 怎么 很新鲜呢 你对我说叫 你再说两句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 特别帅 当然你平常也很帅 既然你选择在这里留下来 那我带你熟悉一下 我师父的风格 从这一刻开始 你就不是绿井了 你要随时准备成为另外一个人 走吧 新来的小女佣 帮我把门打开 好的 于先生 你又在我订阅 我订阅